太棒了 刚才听到的这一曲 春风送桃园 是瞿春泉指挥 于2016年 为庆贺桃园市国乐团 所创团所创作的曲目 桃园市国乐团的诞生 不只让年轻音乐家 有展现梦想的舞台 也为台湾的音乐界 注入了一股清晰的风格 桃园市国乐团的成立 所孕育出来的音乐风 就像春风吹拂大地 带来绿意与生机 再次的掌声给他们 接下来我们要带的曲目 是阳明春晓 原名三月桃花 是一首榜笛的独奏曲 内容描写春天的阳明山 优美的风景 和游人欢乐的心情 由于他的片段 曾作为中华电视公司 博语文教学的节目 每日一字的主题曲 因此成为台湾人 最耳熟能详的国乐乐曲之一 本曲目还曾被选入 二十世纪华人经典的作品 有请桃园市国乐团 青年笛子演奏家 黄语军 黄语军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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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